哈囉,大家好,我是MiniRocket 上次已經教大家如何安裝MMM這個MOD管理工具了 那今天我要來做一點補充的教學 來教大家如何升級MOD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已經裝了這些MOD 那這邊有個MOD版本 那大家也可以先使用這個按鍵 這個按鈕來檢查MOD有沒有更新 那他現在就會檢查所有的MOD的版本 那可以發現現在已經有幾個MOD有驚嘆號 這驚嘆號就表示他的在線版本 跟你目前安裝的版本是不同的 但是有些版本是因為比如說這個狗的MOD 因為他裡面有好幾種不同的類型 所以他有時候會有誤判 或者是作者不知道可能哪裡設定沒設定好 跟他上面 這裡發布的版本號不一樣 所以才會有這種驚嘆號 好 那所以如果 有出現驚嘆號的MOD 你可能就需要一一檢查一下 看看 是不是版本有什麼問題之類的 那 上次 舉例中有提到這個 負重MOD 這負重MOD呢 他 前幾天又更新了 他現在有整合新的安裝方式 所以我們現在 就再下載一次 直接下載這一個 因為下載過了 所以我們要再點這個 因為他那個是建議說要不要贊助給作者 然後 下載完成 那就在下載完成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 看一下 按兩下 安裝 大家可以發現到 現在有選項多選的選項可以來選擇 選擇你要安裝哪一種 功能 那因為為了避免說衝突到 所以我們先把這兩個 移除掉 因為舊版的他會出現這麼多個 實在很亂 現在自己就乾淨多了 然後我們再安裝一次 現在自己就乾淨多了 那比如說我要這個 9999 然後這個 100 完成 完成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他現在就是 只有只會出現這兩個 整個版面就乾淨多了 然後版本也對了 那舊版的怎麼辦呢 直接按這裡移除 這樣就完成 可能一次只能一個 沒辦法多選 好 那版本更新的教學就到這裡了 謝謝各位 如果喜歡我的教學的 歡迎到我的粉絲團按個讚 或者是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好謝謝各位 拜拜囉